加拿大即将开放边境 有些好的政策也要随之结束了 自加拿大进入疫情以来 加拿大移民局发布了许多比以往时期 更为灵活的各项临时性政策 随着加拿大境内的疫苗注射率加速提高 对于疫情的控制也日渐乐观 进入下半年以后 有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将即将关闭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不要错过最好的申请时机 首先第一个是境内的国际毕业生 可以获得额外18个月的公签政策 将在2021年的7月27号结束 2021年的1月27号开始 在加拿大境内的国际毕业生 符合一定的要求就可以申请毕业公签之外 18个月的open world permit 这项政策将于2021年的7月27号期盼结束 那么我在这里提醒符合政策的同学们 不要晚于7月26号递交申请 第二个是境内的临时居民 如果你的身份过期可以延长恢复身份的这项政策 将在8月31号截止 加拿大移民局在2020年的12月31号更新了一项临时公共政策 允许身份过期的境内临时访客 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恢复身份 与此同时你可以留在加拿大 凡是有效身份在2020年1月31号到2021年的5月31号期间过期 持旅行签学生签或者是公签的人士 都可以在2021年的8月31号之前恢复身份成为合法的访客身份 那么截止到目前加拿大政府没有更新对这项政策的延期措施 所以境内身份已经过期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 即在截止日期之前递交恢复身份的申请 当这项政策到期之后 境内的临时身份如果过期 可以有90天的时间允许你恢复你这个身份 第三 旅游身份在境内可以直接申请公签政策 在2021年的8月31号期满 去年加拿大政府为了解决疫情期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允许有有效交保护的境内访客 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直接申请公签 而正常期间的这类人群必须在境外申请才可以 那这项临时政策也将于2021年的8月31号关闭 所以以上的政策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赶紧在政策过期之前申请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